Peace 大家好 我是Ranboa 他是韦韦啦 所以这一集的影片最主要呢就是 分享关于男女之间的课题啦 所以今天就是特别 跟韦韦第一次拍影片 然后韦韦也是不要上这个影片的啦 不要啦 怎么咧 不是我的兴趣 好啦 话不要多说了啦 你知道Riona不是 我在西部的时候 我就有采访她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就是看影片啦 Rionboa Peace 大家好 我是Rionboa 我是Riona 就是因为你们有like了我们之前的影片 超过200个like啦 我很感恩Riona 身为一个女生竟然接受这个挑战 这个就让我对Riona有更多的好奇心啦 所以我相信这些好奇心呢 也是你们的好奇心 希望你们对我会有好奇心啊 不然我真的会很尴尬 那我就要问Riona几个基本的问题啦 然后我们再深入的 问她更敏感的话题啦 之前我们这样子合作了一次过后 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她在影片是怎样的哦 她私底下就是怎样的人 一模一样啊 很多人我相信都会想要知道你几岁 我 20岁 应该讲我98年 因为每年都会变 所以98啊 你本身是确确实实的西部人吗 是啊 我就是西部出生西部长大 小学中学都在这里 你本身你是什么习惯的人 我是客家人 可是连我爸爸都不会讲耶 啊你爸爸也不会讲客家话 我爸爸也不会讲客家话 我们都讲福州话 其实我的福州话也没有讲得很好 所以你爸爸是西部人还是哪里人 哦 四里街 应该是四里街 妈妈还是西部人啦 应该 可能是西部出生 可是我外婆是沙巴人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人 就我反正我是西部人了 我们都是 杀越人 对 yes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是什么原因 常常去JB 然后新加坡 或者是KL 就喜欢跑来跑去哦 感觉比较充实 然后就没有想过 留在西部这一边 现在就回来了 受你影响嘛 你的付出是 我们都看得到 有点感动 真的是觉得西部没有市场 不知道要怎样去开始 其实沙拉瓦是有很多资源的 你们有谁是沙拉瓦人 一起回来吧 一起发展 对 你在家里面是属于老大老二还是 老二 我姐姐我跟我弟弟 我弟弟小我10岁 有时候爸爸会种男性女还是什么吗 肯定啦 因为我爸爸觉得有多一个男孩子 很开心 我爸爸很顽皮的 可是他在别人面前很严肃 看到我男生朋友 他就会 我现在比较 我现在开朗了 哦 老了我可能 他也很疼我跟我姐姐 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 变成他跟我们玩 他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好像我跟我的女儿 那哪 但是我还是要逼我自己 一定要跟他有点互动 不然的话会渐行渐远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换个地方 要问你比较深入的问题啦 很多人看到你都会跟 钟小玉 钟圣中 挂等号 再加上他又是亲戚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不管是谁 应该都不喜欢自己 被人家说很像别人吧 像他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是他也是很漂亮啊 可是我不要跟他一样的漂亮 我们要不一样 他有自己的特色 除了这一个呢 我觉得他们都很想知道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我爸妈妈见过的是三个 这样我爸妈妈没有见过的嘞 那目前你有男朋友吗 我有男朋友跟我没有男朋友 会影响到你们喜不喜欢我吗 我常常也会自以为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 我很难红 他们会觉得有那个先知啊 对 所以你希望人家看中的是你做的东西 而不是我的情感的生活 明白吗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打算怎么样的年龄 就成家 我其实很想要找婚 哦你要找婚啊 我很想找婚 我很想要结婚 我觉得结婚很幸福 我结婚很幸福 而且我还想要有很多小孩那种 我要嘛找婚要嘛就晚婚 如果找婚的话是几岁 21 22 蛤 找婚吗 就是明年 明年后年这样子 我觉得不安全吧 为什么 因为男人有一个问题 他们得到了你的身体 他们就会开始对你怨倦 这个是很多外面的人在讲的一个课题 嗯 路是自己选的 我如果结婚过后感情变质就把它敲回来咯 好 那你最迟婚的话是几岁 30 30岁也是很找婚啊 我觉得30岁很老耶 我们读书不是都讲30岁 就是高龄产父 我老 其实为什么我想找婚啊 是因为我想要跟我的孩子是那种关系很好 就是好像我出去他们讲 诶这是你的姐姐是吗 然后我就对啊 我是他的姐姐 所以你希望像我这样子 刚好很close 很close这样子啦 其实是有好有坏 你有什么想法 20岁结婚 好还是不好 我们是21岁结婚吗 你是20岁吗 20岁算早结婚 好就是因为有孩子嘛 陪你一起成长 不好就是你经济还不够独立 还没有再踏出社会 还没有经历到社会 如果30岁结婚呢 30岁给很多人啊 很多人 可能就是刚刚好咯30岁 但是你会觉得是算晚婚吗 不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不知道该不该放啊 不过 先问吧 你对婚前性行为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东西啊 我对婚前性行为 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其实 这个回答我要很小心 对 这是蛮争论性的问题 对 我对婚前性行为有什么看法 呃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哦是错误的行为 这一定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哇 你还是会坚持说 婚前不要有性行为 呃 我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子 但是如果坚持 我就会觉得说 是好的 还是 坚持是好的 对对 真的是好事来的 在这里呼吁大家 真的要坚持 就是不要在婚前有 那些任何性行为 因为 女孩子 要保护好自己 要保护好自己 不管是什么 对对对对 他们就很喜欢 接证很像 因为我爱她所以我愿意这样子 对 这不只是关于你自己 还有你家庭啊 就可能都会影响到的 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就很可能会被议论啊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婚前性行为也是错误了 只是没有人愿意去 勇敢说出来 说出来 我也是有一个女儿 我也是会想很多东西 你最担心 每个做父母的 好好地栽培自己的孩子长大 我们不想要看到他遇上不好的人 你有什么想法 婚前性行为是不好的 是一个冲动 你没有想好好以后 所以就会把自己随便给人 这个是不好的 嗯 多数的男人 当那个男人 得到你的身体过后哦 他就不会想到其他的东西了 你觉得会吗 会咯 会啦 当然我相信有一些男人 还是比较好的 是 不包括你啦 OK OK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就拍到这一边啦 如果你觉得在沙拉越这一边 有什么样的人 值得我们去推荐 或者你想要更认识的话 欢迎你提供我们任何的信息 Alright 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亲情期待 我们拜拜 拜拜 Anyway 你会期待下一集影片吗 还有下一集 当然啦 这个是第一集 好猛 好啦可以啦 Anyway 真的是谢谢大家收看 这一集的 男女通杀 我们陆陆续续 还会接下来更多的话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idea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下方 留言给我们 嗯 OK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Peac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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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很单调 不然很单调 很少人会想要早均的吧 如果你真的是嫁对人 我觉得生活还是会很愉快吧 交男朋友的定义在哪里叻 不要算pupillar 有客人说我像什么 fx的emble 有客人说我像什么 fx地emble